老年人的视力问题大多数都是老花、白内障或者是金光炎等 而黄斑病变其实也是老年最常见导致失明的眼科疾病之一 去年一项调查就显示 我国65岁以上的国人 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上老年黄斑病变 那么老年黄斑病变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这种眼疾会出现怎样的症状 今天的善方保健我们就一起去深入了解 视线模糊不清 很多人以为是上了年纪或白内障所引起的 然而老年黄斑病变却是最常见导致老年人失明的疾病 黄斑病变也叫黄斑变性 早期的老年黄斑变性 一般上视线方面都是正常 他们如果没做一个眼底的照片 就不知道有这个问题 年纪大了不要以为每次都是白内障 白内障的视力变化 看东西全部应该是还蛮整齐 看得只是说没有以前这么清楚 没有以前这么亮 老年黄斑病变 症状包括眼睛看到的线条不直 凹凸不平 看到的东西形状有变化 平常可以看的东西在中央的地方开始比较不整齐 有时会有黑点 甚至整个地方会黑掉 周边的视线反而还保持 这个眼疾通常影响年龄50岁以上的人 专家建议这年龄层的人士每年定期做眼睛检查 也包括眼底的检查 这是因为检查视网膜的底层才能判断是否患上老年黄斑病变 通常是进产期的时候 病人才到医院来有时太迟了 眼底检查的是包括做一个OCT OCT扫描是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术 用来检查视网膜 这个是正常的眼睛 这是眼睛的后端 这个是我们讲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黄斑 黄斑是眼睛的焦点 黄斑一坏我们就不能够认字 看不到肢体、眼型 在这里完全正常的眼睛 应该没有白点的 这个是我们所做的OCT这种扫描 看我们的视网膜 视网膜应该是像一层一层很整齐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中间的黄斑 在早期的老年黄斑变性 这些白点是特别小的 如果你没看清 就是看不出的 所以视线没影响到 出去的时候很难知道 您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你50岁以上 而且家属有这个老年黄斑变性的底 即使50岁之前也应该来检查 黄斑病变的治疗方法有光动力和激光光 光移疗法 以及将药物注射进入到眼球当中 当中药物注射是长期性的 一些病患由于没耐心多次回医院复诊 延误治疗导致病情恶化 去年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 和新加坡眼科研究院获得2400万元的拨款 进行老年黄斑病变的研究 新加坡眼科研究院也正在进行新的手术实验 希望能够减少打针的次数 让病患更加愿意接受治疗 黄斑病变有两种可分为肝性和湿性的 肝性黄斑病变占了病例的九成 肝的是无出血性的老年黄斑病变性 那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白点 这些是玻璃体油 这些玻璃体油脂代表室尔默的衰退 患上肝性黄斑病变的人 必须在家自行检查视力 一旦视线有变化 就应该回到医院做诊断 在家里必须用这个AMS的表 来观察这个眼睛 就是单眼来检查这个眼睛 一个周末一次检查眼睛 开始看到新的变化 必须立刻回来给我们检查一下 如果你已经知道有这些变化 早期或中期的 就用这个AMS的表就比较重要 眼睛瞄准这个黑点 看着所有的直线的形状整齐吗 这个四方形的格子大小一样吗 如果图表上的直线和格子 看起来是波浪线条 且有黑影出现 那病患就必须马上到医院 做详细诊断 因为这些黑影代表了 眼睛出血或水肿 一旦出现这个情况 病患得进行药物注射 平均一个月打一次 有时得打上好几年 另外一个是出血性的 那个是比较严重 而且这个变化会比较快 如果没早期的医治 有时会导致在黄斑后端的地方 会有一个很大的疤痕 治疗黄斑病病的方法之一 是将药物注射进入病患眼睛 治疗期间病患得回院复诊 不过随着医学的发达 新的医疗方法 有望减少病人复诊时 所面对的困难 除了新的医药研究 新加坡眼科研究院 也进行各种临床研究 探讨如何改善医疗服务 研究显示吸烟者患上失性老年狂斑病变 比不吸烟的人风险高四倍 由于黄斑病变开始时 没有什么明显症状 因此病人可能到了疾病的中期 才发现症状 医生提醒 要提早做检查 定期复诊 才能控制病情 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